高雄市登革热出现群聚疫情 为了避免民众被避免文丁药 也为了防治肠病毒 在议长许昆元的促成下 多家企业捐赠补文灯、口罩和湿纸巾等防疫物资 给额绍安置机构 许议长也呼吁民众做好寻道清刷和清洁工作 加强防治登革热 300个补文灯还有好几大箱的湿纸巾和洗衣巾 是企业捐赠的登革热和肠病毒防疫物资 透过高雄市议长转赠给弱势民众 由于高雄市最近频频传出登革热疫情 若不及时压制恐怕会爆发大流行 保佑我们所有高雄市这些市民 大家把人帮助 市政府盗牌手 我们自己也要自己出来 先拼手让穿起 防止登革热 可以这些蚊虫 再生孩子就对了 所以说很重要 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动作来抛砖影域 那可以让更多的人 可以为我们的家园一份 不一定是高雄 然后每一个都可以尽一份心力 那如果说这个文章还不够的话 那个我还有很多 那只要那个社会局开口 我一定一步同时 在高雄市社会局的建议之下 将这些防疫物资捐给小新兴家园 慈灰关怀学员和小天使家园等弱势团体 受赠团体表示感谢 并且会将这些物资做妥善的运用 那依照我们的一些防疫的标准的话 其实每周机构都有在做一些 就是防疫的清洁 然后我们会针对登革热要做整理 然后如果有像排水沟这些的 我们每次也都会用洗液精跟那个 漂白水这些 然后再做整理这样子 所以我们孩子 其实都是需要这些的物资的 那这一次的我们这个火纹灯呢 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老人的社区照顾据点 让老人家他长辈呢 到这个据点去活动的时候 那都还是很健健康康的 那透过这个火纹灯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登革热防疫 再一次谢谢我们议会 前几年高雄的登革热曾经出现上万例 并且造成多人死亡 许议长强调大家要记取教训和经验 做好家户寻到清刷的清洁工作 齐心防疫 港洲新闻林亭阳 赖昌邦 采访报导